天梁河旁飘扬了国旗代表光辉十月的到来 在疫情趋缓下为了争取国庆连续三天假期的旅游商机 金融市政府观光及城市行销处方面汇整了金融近期新增的景点 规划了三条旅游新路线 首先是包含将在十月九号正式启用的沙湾历史文化园区等古籍文化历史之旅 我们主要推荐这条路线 希望能够在文艺的旅行的部分 有一些历史文化的这样的一个意义在里面 所以我们搭配了园区的启用 我们有这个系列的活动 从十月九号到十一号的国庆年假 就会有十个基隆市的杰出团队 总共有九场次的结团会演 在我们的沙湾园区 所以这个时候来不仅仅可以享受 这个整个沙湾文化园区 它非常有历史感的一个园区的这样的一个气氛的氛围 那同时也可以在这个地方看表演 接下来则是日前造成轰动 有全国最美跨海桥梁支撑的望海巷景观桥 不但日夜皆美 在这里拍照打卡 还可以享有临近海洋科技博物馆门票半价 及深澳铁道自行车 精美礼物等多项优惠 这个也是才刚启用的一个景点 那我们推荐大家这一条呢 就是我们的三海游 那这个三海游的路线呢 我们也欢迎大家 可以到我们的正米鱼港设彩屋 然后这里有非常多很好的咖啡可以选择 那同时呢 也可以再到我们的这个阿根纳造船厂 那也到河平岛去走一走 那河平岛走一走以后呢 到海科馆就可以到傍晚的时候 到这个望海巷的这个景观桥 那这个跨海景观桥呢 可以看到非常漂亮的这样的一个夕阳 甚至如果晚上来的时候 虚虚海风吹来 还可以看到非常漂亮的夜景 最后则是横跨基隆与新北的大南古道 以及百年帮扑间 与西式水库等历史水利设施 还有基隆和湖穴等奇景的 软软自然能闻深度旅游 这个大南古道是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 一个国家级的这个绿色的这样 国家级的绿道 那这个国家级的绿道呢 当然是非常有特色的 那我们希望能够串联着 软软地区的一些特色的 在地的食物跟景点 包括我们的这个铁路面殿 另外还有软江桥下的湖穴地形 然后来到软软的老街 衔接我们的红砖八角楼的百年帮扑间 除了全新的旅游行程推荐 基隆市这种方面 针对10月8号起发放的五倍券 也推出包括食宿 邮购等七大家码好康活动 用五倍券线上购券 或是购买基隆特色礼盒 还有机会抽到电动机车等大奖 及享有买一送一的优惠 我们三大平台 包括我们的KRUK 还有我们的北北基好玩卡的平台 以及我们的基隆载行 这三大平台 在10月8号的上午10点开始开卖 那有我们五倍券的七大家码 你如果来这里消费之后 还有机会可以抽到 我们有五部的Cocoro 然后还有两台的Switch 这样的一个大奖 所以我们欢迎大家在10月8号的这个平台开卖以后 欢迎大家来使用你的五倍券 同时也在10月9号 10月10号 10月11号这三天年假 可以依着我刚刚推荐给大家的三条的旅游路线 来基隆来趟这个深度之旅 基隆市场方面期盼 透过充满基隆特色的自然人文历史新经典 加上五倍券加码等优惠措施 在后疫情时代吸引全国各地民众 亲自到基隆这座风光明媚 人文晦翠的上海城市 体验国门港督的独特魅力 记者张琪辰金融报道 并且坐给我地区